今日的推介是深置1.94 主要做内地及香港 从事分销集成电路及其他电子源的器件 觉得未来电子产品世界对于电子零件的需求一定是相当大 今年6月说他有什么交易 与汉华金控制3903有一个战略合作 客人来买产品可以借部分的钱给客人 都是拱杆 借钱的机构就是汉华金控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汉华小额贷款 同时公司还可以收拾转介费 即是介绍人去 你买这个产品不够钱吗 借钱去汉华金控再加上中央费用 至于中小企对于资金一定亦有需求 我觉得这个增值服务 就是一个配套上 都一定有得赚 可以提升到公司的毛利 公司在一个上市初期 他们其中一个客人就是乐视 占他们大约9%了 拖累公司股价 一直在这个招股价一个百合机 其实我之前开头上市都有炒过 一直都没有成绩 不过看到深置在中期的业绩之后 他们行政总裁田卫东接受访问时都说 公司受到乐视影响其实很轻微 因为他们说现在的阴谊已经正式散了 已经散去了 有望重拾升轨 现在都是接近 刚才一个94元 你上市一个83元 都是一号子 我觉得这个位置去拿货 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低位的上车机会 还有小只